五年了,他在里面遭受了多少残物人道的酷刑 我也不能想象 他在里面的每分每秒都是怎么度过的 他被送往新疆沙埃监狱 超过三年半的日子 这便允许三次会见 距离最后一次加入会见 两年零两个月的日子 我们收不到他的信件 家人和朋友给他的信件 也没有任何消息 在此,我想质问中共 我先生张海涛难道从人间蒸发了吗 他的生死状况如何 我有权质询 你有义务向我交代 我的先生张海涛 我也毫不谦逊地说 他是一个顶天立地 一身豪然正气的男子汉 在此,我也恳请各界各位朋友 关注我先生张海涛 谢谢大家 老公我也想你 都带来过去 我们下期经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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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识的男子汉 然后 我们下期经过 这个护车 上期经过 安排 我们下期经过 感谢观看